今天是闭关的第24天 今天我打算在家里和宝宝一起做一些葱油曲奇 那和我一起看看在家的日子里是如何溜娃的吧 爸爸在给宝宝讲绘本 他每次都会在书架上挑他自己喜欢的书 然后来找我们 通常一讲就是一个小时 把书架上全部的书都拿出来一遍 你看这边和宝宝一起干嘛 对 去跳舞 还化妆 你看他现在又要跳另一本书了 这是什么书 这是你拿了什么书 看外面 看外面 我们看看外面有什么呢 如果你家是个女朋友 你们就可以一起上演岁月经好的 我把表花盖里面 我把表花盖里面 我就让我的猪队友我来试试看 这个油脂啊 它会滑 开始找各种借口 反正自己吃也可以允许它不是那么美观 对吧 来看看它的花纹 谁说的我做的也很好好吗 来看看它做的 这个是我第一炉的周围的颜色有点深 所以最后一炉我调整了一下温度 然后这一炉应该是最好的也很香 我儿子现在已经去睡觉了 等他睡醒了我就把饼干给他吃 太阳是哪里 那里的太阳 是不是太阳了 太阳了下山了 你做多了不啊 妈妈拿的是 是什么呀 电餐 电餐 你看是饼干 好不好吃啊 妈妈吃一口好不好 不好啊 不好啊 爸爸吃一口好不好 也不好啊 那谁吃呢 好 我吃 好 嗯 我们现在开始做晚饭了 一会吃完晚饭呢 要陪他再读一读绘本 然后他一天的活动差不多就结束了 总的来说我的儿子还是很好带的 不需要很耗费体力 嗯 饼干 一大袋 完成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嗯 嗯